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今天过得好吗?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也是新年元代。 我在此祝全球华人新年快乐。 祝你万事如意,夫伴夫遂,笑口常开。 让我们一起面向未来,祝福国泰民安。 新年新奇想,梦想再出发。 下面我们看一下元旦文化。 首先看一下元旦的由来。 元旦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所谓的元就是所谓的时,凡数之时成为元,也就是开始。 元旦就是平常说的日。元旦意味着初始之日,最早出现以忌述,梦想正月为元,正所元旦之春,即和正月称为元,初一为旦。 元旦,所以新年的第一天为元旦。 元旦最开始并不是新年的第一天,平常在我国古代指的是奴隶的大年初一,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一天。 元旦,在新海革命后,国民政府大力推广西方文化,就把元旦的日子改了。 元旦,在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了行下政,所以顺奴时,从西立,所以便统计。 于是,下令停止使用奴隶,改用西方国家通用的公元纪念,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 这个公历是从1912年开始的,中国开始庆祝元旦。 元旦是新年之时,也被称之为新历年,阳历年。 元旦又称为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并且元旦的习俗一直传承了下来。 传统的元旦是,历代皇帝都在元旦居行。 祝离送寺、慶责殿,慶贴殿年,书写夫资,五龙灯。 民间也逐渐形成既神佛 既祖先 贴春年 放鞭炮 手碎 吃团圆饭 以及众多的社会等意乐欢庆活动 现代的元旦习宿到今天为止 元旦已经成为固定的节日 一般是由团体组织的活动 如元旦晚会 庆祝元旦 庆祝元旦的标语 举行集体活动等 奴村大多保留中国传统的庆祝方式 每到元旦就会杀猪宰羊 祭祀 祭拜各方神灵后 让全家一起团聚 元旦十次欣赏 今天我们主要看一下是 宋朝汪安时的一首祝贺元旦的诗词 暴主声中 一岁除 春风送暖 路吐俗 千梅万户 同同日 总罢心桃 欢旧福 下面看一下世界各地的元旦情况 首先是德国 德国人在元旦期间 家家户户都要摆上一棵 丛树和横树 树叶间细满眷花 表示饭花似金 春满了夜 他们在初夕午夜 新年光临的前一刻 会爬到椅子上 钟声一响 他们就从椅子 就跳下椅子 并将以中午抛向椅子背后 一表示 甩去活换 跳路新年 在德国的奴村 还流行着一种爬树比赛的过新年风俗 已是步步高升 下面看一下罗马尼亚 在元旦前夜 罗马尼亚的人民会在广场上 书记高大的圣诞树 打起舞台 市民一起烧着火 一边再各在舞 奴村人拉着墓里 上面装饰着各种彩画 庆和新年 朝鲜 朝鲜的情况和我过 基本一样 也在新年有贴窗花 陶福的习惯 以祈求上天保佑 取走鬼怪 赐给幸福 泰国 泰国是泼水节 在新年的第一天 泰国人都在窗台门口 端放一盆清水 家家户户 都要到户外江河中去进行新年沐浴 瑞士 瑞士人有元旦健身的习惯 他们有的成群结队 去爬山 站在山顶 对面对冰天雪地 大声歌唱 美好的生活 以健康 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希腊 元旦时 家家都要做个大蛋糕 里面放一枚银币 主人将蛋糕切成绕杆块 分给家人或来访的亲朋好友 谁吃到带有银币的那块蛋糕 谁就成了新年最幸运的人 大家都向他祝福 下面我们说几句 元旦的祝福语 当元旦的烟火燃起的那一刹那 就送来了给我最真的祝福 新的一年 新的气象 请把所有的不愉快都丢掉 用美好的心情去迎接这最开心的一天 去开启最幸福的一年 新年再一次到来 衷心地祝福大家 在这新的一年里面 好事连连 笑容甜甜 开心每一刻 快乐每一秒 幸福每一年 健康到永远 恩爱到白头 让思念叠成信长 拜托给大雁 飞来送给你 把祝福叠成小船 老流汤的洗水再来给你 把我的关心拼成礼物 愿这新年的春风 可以带去给你 我最重要的朋友 新年快乐 日子酸酸甜甜 人生茫茫咸咸 缘分深深浅浅 联络天天年年 对你的惦记是时时刻刻 带去的祝福却不曾遇见 最亲爱的朋友 又是一年新年到 对自己好的 别忘了 我永远都在 永远都爱 如果朝阳是新生的力量 那就会突出奋斗的人生前进 如果初恋是茫茫的倾诉 那就会永远千万相爱的人欣赏 元旦是新年的第一个开始 带来你所有等待人的祝福 朋友新年快乐 祝全体华人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再见